我們現在有跟美國買這個F-16 新採購66架 2026年全數要交機完成 但到時候就會有超過 200架的第四代戰機了 那偏偏我們的飛行員人數是不夠的 所以剛剛我們就在講 台灣還需要新補 新補人 但是問題是我們補得了這麼多人嗎 所以華遊說 台灣需要更多的捍衛戰士 捍衛戰士在哪裡 哪有那麼容易 那麼多的top gun 變出來啊 其實在買飛機的時候 我們不就在討論這件事情嗎 然後那時候華盛頓的郵包就已經寫了 就說奇怪了 你這樣買下去 你是全世界 全亞洲 那擁有所謂F-16飛機最多的國家 你超過了韓國的數字 然後也甚至超過印度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那我們到底我們的策略是什麼 所以帥商君剛剛講的很清楚 你看美國為了說好 我有可能去面臨到所謂的這個兩岸之間的這樣的一個衝突 他們去做了一個所謂的供應鏈韌性法案有沒有 開始盤點就是說如果未來有可能出現狀況的時候要做些什麼 那我們做了一些什麼 我們到現在 其實像我最近一直在找那些去教招的朋友 然後我就開始問 就說你們去教招了 然後你們教招以後啊 他有沒有給你一個什麼特別的代碼 或者給你一個特別的通訊方式 告訴你說如果發生狀況的時候你要去哪裡 他說沒有 那我說那就是去打喇叭 然後就結束了嘛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想想看我要是美國人 我看了也是奇怪你們的後輩就是怎麼樣 訓練你自己有當兵作戰的能力 然後你不告訴人家 如果假設發生狀況的時候要去哪裡集合 要去哪裡幹嘛 要去做緊急動員要怎麼 或甚至像剛剛帥商君所提到的 不管是你的醫護人員 你的消防 你的這些體系 他有沒有一個緊急動員的機制 那這些部分其實都沒有嘛 那在這樣的一個狀況裡面 那你就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對美國來講 美國一定覺得說 我現在拼命的賣東西給你 你也要有人會用啊 是啊 對啊 那你如果沒有人會用 你到時候買了這麼多東西 那對不起這些東西放在那邊怎麼辦呢 而且不只是有人會用 還要有足夠的人來用啊 是啊 那比如說以飛機來講就是這樣 你現在的這個狀況只剩兩種方式 一種就是什麼 就是你只能用所謂的這個 真的是 飛舞隊啦 聘請傭兵啦 飛舞隊又來了啦 聘請傭兵啦 因為其實我說老實話 你看這整個數字兩百 兩百架對不對 以我們剛才講的這個狀況 我們去做一個情境分析 第一波 第一波 假設真的打仗了 第一波有沒有 你大概能上去了 大概不到一半啦 然後跑道就拜拜了 對啊 或者就跑道就不見了嘛 那你其他的也沒辦法動了 除非你 除非你有一半就是什麼 你一半先駐紮在其他地方 或者在其他的這個部分 比如說有一部分在關島訓練 有一部分在沖繩訓練 以備不時之需這些的 不然其實坦白講 說老實話這個數量到底 我們有這麼多數量的戰鬥機 去做相對應到底要去做什麼 當我們現在所面臨到的情況 你看開始 連對岸在開始在做的時候 都用無人機來做替代了 替代了嘛 我們一開始不是常常是飛機上去 做監控嗎 後來飛到最後 我們的飛官loading受不了了 然後我們就說什麼 飛彈追尖有沒有 或者是監控 雷達監控 那這些問題 所以我覺得真的要準備 面臨到這樣的狀況 大家好好來談 該怎麼準備 該怎麼做 一步一步都要算清楚 那可是蓋拉格現在這樣講 說不會在台灣舉行 因為技術有困難 然後他的幕僚是有這麼承認 然後要用會議或簡報的方式進行 那之前話講那麼滿是什麼意思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 對他來講他的看法是什麼 我國會要舉辦一個聽證會 這個聽證會就是我要來看 你這個地方 你到底有沒有足夠的能力 來跟我做合作 或跟我做配合 所以他一開始的想法很簡單 他一開始的想法就是 我們賣了這麼多東西 我要去看看他到底準備得怎麼樣 那他是最近來了以後 然後回去就這樣說 來了以後當然聽證會這幾個字 某種程度上 對國家主權就是一個干涉 再來就是什麼 如果舉行聽證會有沒有 除非我是把你視為什麼 盟友 或者是真正很好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在國際法上面 其實也有相對應不行 就是有衝突 國務院一定不會認為就是說 我要是真的在這裡舉辦聽證會 表示我認定什麼 我認定台灣跟中華民國是一個國家 那如果是這樣的一個情況的時候 那中國大陸第一聲 你光辦聽證會 就已經觸碰它的底線了 所以有沒有可能是他原來根本搞不清楚狀況 然後後來才發現說 原來事情大焦了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講 其實在舉行聽證會的模式 一定是他看到 我們有很多準備不足的地方 所以他希望有一個高規格的方式 來做什麼 來做預判就是說 到底什麼東西該怎麼做 什麼東西該怎麼做 什麼高規格 可是他一來 他一看 有什麼好需要高規格 那你這一局光是講說我們要到台灣去開聽證會 你光是這一局 你就已經雷聲大雨點小了 是不是很掉漆呢 我覺得幾個可能性 第一個是大家也不用把美國議員想的多了不起 美國議員裡面壓壓烏的水準不高的 其實也是很多的 那所以這個蓋拉格先生 我覺得其實這是一種可能性 第二種可能性就像剛剛講的 就是就是你要你到底要開到一個什麼樣的一個形式 因為臺灣你既不承認臺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然後跟臺灣你也沒有什麼正式的外交關係 你跑來臺灣開一個開一個正式的聽證會 到底是什麼樣的法理基礎 這完全說不過去 那不然是你要窩窩在AIT裡面開嗎 那你要怎麼開就怎麼開 可是可是恐怕就達不到這個蓋拉格先生 原本想要達到這樣的媒體效果 所以這基本上就是一場鬧劇 那再說如果你真的是說 跟這個臺灣中華民國政府 如果真的讓美國來這邊開聽證會 那你又把自己扁到什麼樣的地位了 你是美國的屬地嗎 還是你是什麼樣的狀況呢 所以我覺得方方面面 恐怕都沒有辦法 都沒有辦法讓他如願地來臺灣開這場聽證會 那所以我就覺得這一開始 恐怕真的就是一場鬧劇 然後剛剛講到宏林講到那個 因為我最近真的還蠻常在看對岸的軍事頻道 又講到那個 講到說 我們有那麼多架F-16 沒有沒有飛行員飛 那沒有飛行員飛不打擊 我們到底要把飛機藏在什麼地方 其實在立法院過去好幾次都曾經有國防外交委員會的 在野黨立委 這算是一定很清楚 就來講說我們一天到晚買飛機 蓋大樓 蓋什麼 蓋什麼這種長官視察的什麼什麼什麼 新戰訓練中心 什麼什麼震撼教育館 卻不願意好好編一些預算 買一些 買就是蓋一些比較堅固的機堡 讓飛機能夠在裡面 要防雨 起碼要防這個日曬雨林 最好還能夠防彈 還能夠防這個第一級的襲擊 我們國防部不幹這種事情的 他寧願把預算拿去拿去做那些表面工程 什麼什麼要蓋什麼軍事博物館 要蓋什麼新這個震撼教育訓練場 裡面有很美倫美奮 讓長官去視察的時候 可以坐在那邊的貴賓室 他不幹這件事情的 那所以我們這些飛機到底要放在什麼地方 沒有飛行員 然後飛機也沒有辦法去抵抗那些第一級 我在看對岸軍事頻道的時候 我看過一集 就是在模擬那個轟六的轟六的駕駛員 轟六駕駛員他的出勤 是怎麼出勤的 不是你想像中的一波打完之後 趕快休息跑道 我們又可以又可以又可以作戰 不是啊 他是一整個轟六的機隊 從晚上的八點鐘 就是入夜之後到凌晨的六點鐘 他分三批次出擊 每三個小時出擊一批 然後後來他們解釋說 這為什麼 他就是專門讓你跑道快修好 的時候他再炸一波 他就是用這種方式 對岸就是用這種方式 他不是跟你說炸完之後 你就可以出來修跑道 大家趕快出來修修修修 我們就可以上去作戰 不是啊 那我們到底針對這些事情 有沒有做過什麼樣的想定 我們總是對 我都不知道什麼年代 還在那邊演練 什麼國道起降 那個除了讓媒體開SN機車去 然後讓民眾圍觀 看得很爽 到底有什麼實戰效果 這都不幹正事 然後也不來也不來玩 來玩真的 真刀真槍 演練一些在戰爭當中 真的會發生的情境 然後每次都玩這些花拳鏽腿 然後搞這些公關效果 我也不曉得 這國軍到底能不能打仗 好 不過說真的 這個大家率將軍補充 然後我們也想想看 美國的這個陸軍部長 那他說兩棲登陸是難度頗高 所以解放軍要入侵台灣 沒那麼簡單 不認為北京飯台的威脅迫在眉睫 而目標是避免在亞洲打一場陸戰 然後當然他又再次強調說 他們要加強他們的軍備 軍事國防 沒錯 我也不認為是馬上就會發生戰爭 因為這個東西戰爭有很多爭吼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現在講抵抗力 剛剛他講的 我最擔心的就是跑道問題 以前用轟炸機 轟炸 那個彈灼是不準的 這一條跑道可能東邊挨一顆 西邊挨一顆 所以以前的辦法很簡單 快乾水泥下去 剛洗衣鋪 把地上的髒的螺絲碎塊掃掉 飛機就可以起飛了 現在不要講解放軍的作戰計畫了 我看到誰傳來 大陸的軍迷 他設了一個圖 把我們全台灣所有的空軍機場 他都錄下來 他的計畫 每隔 250 還是 300 公尺 炸一段 他反正是飛彈 準度高 他不是炸一次 他一段一段 給你切香腸 切了四五段 那你在修 它的導彈裡面還有一種叫做鬼雷 那個跟著那個導彈一起下 它埋在跑道裡面 你去搶修跑道的時候又被炸 那噴射機有個最大的缺點 就是它不能進氣口 不能吸進任何一個金屬塊 水泥塊 鳥籍事件都把民航機打下來了 你看美國的航空母艦 每天早上一百多人排隊手牽著手 在地上找碎片 對不對 所以兩樣東西 剛才講的 第一個機堡的防炸鋼板 我記得我在聯勤的時候做過一次 那個時候好像對250磅的炸彈的抗炸力 後來唐飛又嫌不夠 所以你看跑道 機堡 所以你飛機買回來 可能一架也沒起飛 可能在天上巡逻了那七八架 有沒有地方落都有問題 所以為什麼李喜明講的非對稱 坐在裡面講得很清楚 空軍在裡面沒有扮演任何一個角色 因為你在第一波攻擊裡面 沒有打掉的飛機都在那個什麼 加山基地的機庫裡面 洞窟裡面 所以在機場的機堡裡都不保險 也沒跑道取飛 所以才會搞到最後什麼 陸軍打游擊那樣的搞法 就是因為空軍沒有了 海軍也沒有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我們真的要思考 面對的問題 所以現在我們還要面對的問題 就是小老百姓蛋要去哪裡買的問題 來那個洪廷 我們看這個現在真的買雞蛋 買得到炸彈 很大的一個挑戰 買得到炸彈 買得到炸彈啊 哎我的天啊 但是我們靠炸彈我們是會餓肚子的 而且人家免費送的 免費送的 中國大陸也送的 天啊 來來來 這個洪廷我想請教你 就是說現在我們是從這個澳洲進口了 那可是他澳洲進口的部分 一方面說是倒貼 但是這個倒貼 這個補貼是誰補貼 是農委會在補貼 又不是陳吉仲自己掏腰包出來補 對不對 然後另外還有一點就是他現在 當然他一方面是說比較貴 但是貴也沒辦法 就是因為要趕快想辦法補缺口 但問題是你補不了缺口 因為他一共要五百萬顆 他現在只有近三十幾萬顆 然後進來了以後呢 那我們也很好奇的是說 你這個到底是要多久 你才能夠補足缺口 他之前陳吉仲講的是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講的是二月底 結果後來又變成是三月 三月後來又講到現在變成是什麼 是這個月的月底 目標是月底 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他的話還能信嗎 然後現在好 對我剛剛講三幾萬顆是三十六萬顆 那這個三十六萬顆 我本來以為是說 應該是放到大賣場上去賣的 結果現在不是 他那個呢 其實是透過國內某促琴食品集團 澳洲分公司協助出口 然後呢從雪梨運送過來的 然後他是講進口補足加工 加工釋出消費的方式 所以他是要給業者拿去做加工用的 加工用難道是要去做食品嗎 就是說這個蛋到底是幹嘛的 那變成是他是進口來了以後 是給業者 給加工的業者 去滿足他們的需要嗎 那我們民生一般要吃雞蛋的需求 怎麼好像沒有放在第一順位呢 海鴻廷 剛才我們在講 那個蓋拉閣 他是以前陸軍 海軍陸戰隊的情報官出身 他為什麼想要在台灣開聽證會 因為他覺得說 你台灣買的武器買的有夠慢 然後呢買不夠 然後呢該來的還沒來 那我現在講其實很好玩 他要是看到台灣光是一顆雞蛋有沒有 這樣子的一個後勤這樣的一個方式 他應該想說這個 我是覺得我們立法院應該要開聽證會 這個聽證會多簡單 其實委員會就是聽證會嘛 這個比較急迫吧 這個東西就是 第一很好玩的一件事 過去是不是有缺蛋 有 去年都缺蛋嘛 對不對 然後呢 從數據上看起來 每個月我們都有專案進口很多 大概三五十萬顆嘛 對不對 結果到了去年的十一十二月到今年的一二三月 都沒有再進了 那為什麼我們誰做的決策 在那個時間點沒有進 然後呢 那個時候沒有進就算了 後來發生缺蛋了 一開始來說沒有 然後現在緊急就去掉 然後一開始說掉不到 然後現在突然又掉到澳洲那邊有蛋了 然後還讓他們空運過來 然後多花了這個 每顆喔 每顆光運費都六塊錢嘛 都快跟一顆蛋差不多了 而且為什麼是給這種業者來 來符合他們的需求 所以我覺得這裡面最好玩的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說 這就是剛剛 孫耀俊一直所提到的 你的後勤跟你的數學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我們需要多少蛋 這個叫供需問題 我們有多少需求 我們需要多少供給 這個其實算得出來的 那你怎麼會讓這個後勤斷掉了呢 然後一開始斷掉了就說沒有沒有斷 然後又說我跟你講 因為國際上都有這樣的狀況 然後後來又零零又七零啪啦 突然又找到 然後還是透過民間力量 然後幫你找到的蛋 然後你還付了這麼高的什麼 這麼高的運費 然後進口過來 專案進口了三十六萬顆 去補這個藍莓之急 你整個這樣看起來 我們現在重新講一次這樣的過程 你要是一般市井小民 你會覺得怎樣 你們這些人家大業大是不是 是沒有過過苦日子嘛 對 我們以前過苦日子的時候 每天要花多少錢 是不是算得一清二楚 今天的月薪 然後拿去薪斷發下來了 付這邊付那邊 付這邊付那邊的 這很好算嘛 那蛋的問題不就也是 這樣的一個問題而已嗎 所以今天最大的 中癥結點很簡單嘛 就是什麼 誰下的命令 跟誰做的決策 在去年的最後一季就開始不進口蛋了 那到底是不進口 還是沒有進口 還是忘記了 還是放著 那這件事情立法院要查清楚啊 對不對 所以你的整個 你整個委員會裡面 其實立法委員質詢的過程 應該是這整個部分嘛 你今天農委會 誰做了一個決策 應該要進沒有進 而且他進口了以後 為什麼拿去做加工 然後為什麼是特殊的 國內的某集團 來幫你做這件事情 你不覺得很怪嗎 這個看起來又變 又變怎麼樣你知道 你有沒有發現 又是某集團在配合 然後要去做專案進口 那跟什麼 跟疫苗 口罩 疫苗 快篩 是不是還要發個許可證 讓他們去進口這些東西 國家隊 對不對 現在連買蛋都有國家隊 叫買蛋國家隊嗎 沒有啊 哪有 如果有國家隊 早就不會發生這種事了 所以我覺得這裡面 農委會到底在做什麼 就這麼簡單的一個數學問題 為什麼會算錯 而這件事情坦白講 我真的覺得 立法院這邊把這整件事情 你民進黨政府沒有講清楚 我們再打來把問出來嘛 對啊 這到底誰做的決策 應該要進沒有進嘛 今天會缺蛋 主要的原因就在於 該進口沒進口嘛 那那個沒進口是 你窮盡一切的力量都進不來 還是 但是看起來不是啊 你看澳洲隨隨便便一個民間單位 一個民間的私民集團 就可以進來啊 就進來啊 對啊 我們當初為什麼沒有進到 所以啊 然後呢 你當初沒有進 現在你給他進 然後光運費就 一個就這樣六塊錢 這樣子來做 這中間 然後又是特殊的集團 這中間有沒有圖利的問題啊 不知道啊 要不要查一查 你犯了一個錯 結果讓一個私人單位來幫你解決 但這私人單位花的錢是什麼 花全民倒貼三千多萬 那這個難道不值得查嗎 對啊 所以我也贊成 我認為應該好好查 所以一樣嘛 這裡面大有問題 要不就是笨 要不就是壞 好 但是現在呢 你說哎 開箱 之前就說 沒有什麼蛋缺的問題啊 大家後來就發現說 真的是買不到蛋了 啊有啦有有缺了 然後才告訴我們多少缺口 雞呢 現在雞到底缺不缺 結果今天成績之後說 國內雞肉本來都不缺 除了美國進口雞肉 根本沒有缺雞肉 這個議題 不對啊 大家明明就是買不到 明明就是在缺雞肉 他為什麼這樣講 而且之前他明明就在講 就是缺雞肉的話 那你就什麼少吃一點 我覺得在過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缺雞肉這件事情 就會逐漸浮上檯面 因為這就是民進黨慣用的套路 他就是他能凹到最後一刻 凹不過之後 他才開始急轉完 就像雞蛋這個問題 我覺得雞蛋這個問題 真的就像我想要講一下 雞蛋這個問題 就是他他這一斤進口成本 是一百三十幾塊 一百三十幾塊 然後進口這個 所以他就凸顯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層級重 果然還是熟悉的級重最對位 當我們國內有什麼 農產品滯銷的時候 他就是他完全沒有辦法 如他所說的 找到其他的通路 找到其他的替代市場 他能做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倒貼 然後去開個記者會說 我今天這個又這個幾箱 又賣到中東 賣到日本 結果後來被人家發現 都是以倒貼運費 這一根本無力可圖 他根本就沒有這個市場 那但是你只為了大內宣 欺騙國內的民眾 然後讓職人黨暫時緩解民怨的爆發 所以你就倒貼 讓這些產品硬是賣到國外去求求你吃 我送錢給你 麻煩你把他送 人家不吃也沒關係 你只要求求你接收下來 讓我看起來有做事就好了 所以反過來同樣的邏輯也是 你說今天這美金成本到一百三十幾塊 然後要倒貼三千多萬進口這些蛋 我覺得如果你是有計畫的說 這個五百萬顆 因為現在不是說每天大概五十到八十萬顆 就算就是每天大概缺口可能有二十到三十萬顆左右 那也不過十來天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很明確的告訴我們說 在這個一個月之內可以解決這個缺蛋的危機 那我們某種程度或許還可以接受說你用三千多萬這個倒貼的方式補貼的方式 先把這這一個月的燃眉知己給解掉了 可是現在問題是不是這樣啊 不是這樣子啊 我們不知道缺蛋要缺到民國何年何月 那你現在這三千萬 你貼完這三千萬你知道再貼三千萬嗎 再貼三千萬 再貼三千萬 五百萬顆之後又五百萬顆 再五百萬顆嗎 就是你做事沒有章法嘛 為什麼不相信你 因為你在那天出來開記者會跟大家道歉的時候 你提出針對雞蛋的解防是什麼 是你去把農舍給蓋一蓋 是你去把雞舍給蓋一蓋 這我都不追究說雞舍蓋好這件事情 不是應該幾年前你就是產業產新早就該做了 結果到現在已經燃眉之極了 就好像是整個這個肚子已經在腳痛了 你才告訴我們說 那我們趕快補助你挖毛坑 這是搞什麼鬼莫名其妙 所以如果你的解方 你的解方告訴我說 我現在要補助機農讓機設升級 我根本不相信 你可以在短期之內解決這個問題 那所以所以這個問題來了 回到我剛剛前面那個邏輯 如果今天一般民眾也可以理解 如果你是確定一個月之內解決 那你砸三千萬 然後補貼把這一個月撐過去可以接受 那你要砸幾次 對土力的問題 對你要砸幾次 這是第一個 這是第一個砸幾次 那個邏輯不對嘛 那第二個就是剛前面確實講到說 你是你是補助一般市場上 然後呢這個讓這個 尤其是北部缺蛋的這個 比較嚴重的地區 讓民眾都能夠有公平的機會 相對公平的機會去買到雞蛋是一回事 可是你不是啊 你是特定集團做加工品 對啊 那為什麼要用全民的工廠去補貼 現在民眾缺蛋 是說買不到那個蛋 我回去可以打個荷包蛋 給小朋友加燦蛋 不是缺加工品啊 對啊 不是缺什麼蛋繳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加工品 不是缺這個啊 那所以我又不能理解了 到最後我只能想 又是成績中冠有的套路啊 就是我有啦 我有在做事啦 我有在做事 我進口了進口五百萬顆蛋 我進口三十六萬顆蛋已經到了 有啦有在做事啦 又不是靠他進口 你買不到還是買不到啦 但是我看起來有做事 那你覺得我有在忙就好了啦 是啊 是 雞肉的問題也很麻煩 因為呢 一方面開始缺 二方面是雞肉變貴了 2月19號開始 白肉雞除雞 參考價格一支三十六 這是什麼 這是歷史新高 然後農委會說 確實白肉雞除雞有損 特定部位雞肉 三月底就有缺口 儘快的會進口 替代補足來供應 又來了 又再告訴你說 我們會儘快的進口 可是我們還要等多久 因為都只會說儘快 從之前 從去年就在講儘快解決 一直講到現在 結果呢 蛋還是一樣貨架空蕩蕩 然後拿去加工 我想攔都攔不住啊 那個蛋我都想要放到自己的口袋 都沒辦法 雞肉不也是一樣嗎 海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呢 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 它有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呢 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 這一顆一顆的 這個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 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碼 來上網代購